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好像一直在串場好甩 今天早上要跟崔永分享的這款車 也是國產修理車裡面賣的非常非常好的車款 這款是Mazda 5 Mazda 5後來有小改款 後面側邊有波浪的線條 其實一代或二代的Mazda 5 它的底盤結構都是一樣的 還有包含福特當時跟Mazda 底盤引擎都還有共同合作開發 所以福特的i-Mass 它的底盤也是跟Mazda 5都是一樣的 這個底盤架構其實它的系統是 研自於Focus的系統 所以它的底盤前面的話是賣花層 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系統 大概有90%的懸吊設計 都是跟Focus都是共用的 除了因為軸距比較長配重比較不一樣之外 基本上一個大致的架構都是共用的 車主的話也有改裝了一些拉桿之類的 但後方的避震器好像已經損壞得滿嚴重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原廠避震器的形式 前面的話跟Focus是一樣的 是一個插入式獨立式的賣花層全料系統 那上座的話以這款車來說 因為它有很多的零件都是共用的 所以這款車前面的上座還有後方的避震器的上座 像這個損壞的那麼嚴重都不必擔心 因為KT的話就全部都有附一個新品 不需要再拆原廠來沿用 因為像這個避震器損壞的狀況很嚴重 也許有可能啦 這裡有看到油漬嗎 也許有可能這裡面的軸層已經有磨損 或者是橡皮它壓久了有變形 變形之後它前輪Camper的角度就會跑掉 所以差異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如果車領比較新的話那還好 但如果有一定車領的話 差異原廠上座來沿用是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KT的話就直接有附新品上座了 不用再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那這款車再怎麼說它都是休旅車 所以這款車的前面彈簧配置 KT才只有配置7公斤 那後方的話也是配置7公斤 像是軸距比較小的一個小車 Focus的話後方的我們就配置6公斤 那這款車彈簧有拉長 公斤數的話也有拉高1公斤 像這個的話是一般來說 原廠它的避震器的形式是附桶的 那附桶的話其實它會阻尼先烈化 先衰退 會覺得拉不住彈簧的晃動 所以我們如果在路況比較不好的 道路行駛當中看到前面的車子 它如果車子是呈現一個波浪狀 那代表它的避震器已經快損壞了 那這一次的避震器不只是損壞 而且已經有外漏漏油的狀況了 所以這個避震器已經算是損壞的蠻嚴重 好 那後方的改成KT之後 有幾個零件是需要沿用的 譬如說它下方有一個 那個不算是橡皮 有一個塑膠墊 塑膠墊的話是需要沿用的 上方橡皮 這個是砍在它的上方基座裡面 這個橡皮 KT還專程開了一個橡膠的模具 可以砍到它的上部的一個板件當中 所以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 那下方的話就配了一個190mm 然後7公斤的後面的彈化 好那我們先來看前面安裝好的樣子好了 前面的話是要這邊 好 這邊好了 後方好了 來 這台車其實原來是裝原廠的避震器 可是 車主觀念也不錯 有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藍色的 看起來應該是Harris的產品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這款車如果 車高有要降低之後 後輪的角度 後輪正常的角度是會比較直一點點 一般我們叫Camper的角度 那當輪車高降低之後 這個三角幾何 它會變成是這樣的角度 所以這一邊的輪胎 因為接觸地面比較頻繁 它有斜度 所以這邊會模號的比較快 一般我們叫 車友們之間的口語叫吃胎 簡單來說就是輪胎異常模號 正常來說的話 是要一整個面積很平均的模號 假設這一條是馬牌的 這個也算是還蠻耐磨的 胎皮 這個應該是CPC5 CPC5的話 假設這一條應該有辦法 正常行駛有辦法撐個 大概3萬5千公里到4萬公里左右 可是角度萬一不正確的話 有可能1萬5千公里 或者是2萬公里 就模號就模光了 所以輪胎定位的角度 在後面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來說 是很重要的 所以後方的話 車友有改裝了仰角調整器 就可以把這個輪胎的角度 把它校正成不會磁胎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改裝品 那它原廠其實可以做 竖腳微幅的調整 在這個支壁的內側 有一個偏心螺絲可以做竖腳的調整 所以這台車如果要做出很完美的角度 就改兩樣東西 第一個 仰角調整器 第二個 下方前面這一支有竖腳調整器 但車友可能會詢問 竖腳原廠就有偏心螺絲可以調整了 那幹嘛還要改裝竖腳調整器 因為偏心螺絲調整的幅度 其實是相當的有限 通常有降低之後的角度 原廠就沒有辦法對應 所以改裝仰角調整器 加上素腳調整器 就是一個很完美 絕對有辦法做出不吃胎的角度 好 那這個是後方 一些周邊改裝品的介紹 那車友也有加裝了 下方紅色這個 這個是加速的防晴感 那也有加了Summit 或者是其他品牌一些拉桿 這些都對操控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像中間的話有一個 這也是加強的一個結構感 那這一個就是後方的彈簧 以馬自大無啦 i-mess 我們都是配置這條彈簧 190長7公斤的 上方這個調整器 在裡面的話有一個橡皮 這個KT的話都有附一個專用的零件 但是這台車有一個安裝特別特別的重點喔 這台車Focus還有像Tita也好 或者是Civic 8代 9代也好 通常我們很常遇到安裝上的失誤 就是把這個桶聲把它縮得太短了 如果這個桶聲縮得太短 它後方的彈簧就會整個撐住了 撐住的話它的一個乘坐的感覺一定會不好 因為彈簧預載過多的話 除了乘坐的感覺不好之外 你阻尼可能怎麼調 都不會有一個很棒的協調感 那甚至是預載過多的話 萬一遇到比較大坑洞的離開的時候 它的彈簧要撐開 那它的桶聲會拉扯 拉扯的話就會有一個 所以這個後方的彈簧預載 是這台車最重要的安裝重點 所以這個彈簧是190mm 那我們預載的話不要壓縮超過5mm 就是桶聲不能太短 這個桶聲的話不太可能會 安裝時不太可能會有失誤 失誤得太長 因為桶聲如果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一整個搖起來就會鬆鬆的 鬆鬆就有可能會危險 所以技師一般來說不太會有 安裝太長的一個狀況 通常都是把桶聲多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款車或者是Focus 或者是Civic 8代 9代之類的 彈簧跟避震器一旦是分開的結構 這就是這款車所有安裝靈魂的重點 那像是在KT其他細節部分的話 這個防塵套是做一個加長的設計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結構就很像是原廠 能夠把這一節最需要保護的一個活塞感 把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設計 那後方的話 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記得稍微把它敲緊 後方的話它不太會鬆 但前面的話它是麥花層 它還得要負責旋轉 我們在轉方向板的時候 避震器也會轉動 所以前面的話 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就務必要記得把它鎖緊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油管架 還有一個這個是ABS感應的吊架 或者是離載轉 這些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就直接直上了 那這台車在拆裝的時候 會後方的仰角 它是屬於一個破景式的 所以需要把後方的仰角 把它稍微撐開 有一個特空撐開之後 才有辦法把仰角抽出來 那前面的話 前面的阻尼調整 後方的話 後方的話可能沒辦法介紹 前面的阻尼調整比較簡單 引擎室打開 都不用拆到任何東西 因為現在的角度 鏡頭有可能會被這個拉桿擋住 在這個地方 應該拍不到 在這個地方 在上這個就是避電器的上座 KT的話有附上座 就是這個 這裡就是避電器的上座 中間的話有一顆旋鈕 這一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 段數一定要對稱 左右一定要對稱 然後調整完畢之後 前後的話是可以不用有落差沒關係 但是在調整阻尼之前 一定要記得 胎壓一定要先打到正常值 像是這一條 應該是16吋的吧 2055 16 正確的胎壓的話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 就有一個建議數值 大概是32.33 PSI左右 胎壓設定好 再來設定阻尼 那以這款車來說 KT的銷售狀況也都還不錯 我們在北區 台灣的北區 有經銷商 中區的話也有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有好多的店家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或者是服務 甚至是連宜蘭 花連台東 都有安裝的距離 對 澎湖也有 所以如果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的話 那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 Mazda5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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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